海峡殖民地成立于1826年 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领土的一部分 到1867年4月1日 它作为皇家殖民地 直接由英国控制 由马六甲丁丁槟城 也称为威尔士王子岛和新加坡 与圣诞岛和可可岛四个独立的定居点组成 1844年 在印度总督的授权下 海峡殖民地的硬币开始了铸造业务 第一批铜笔于1845年发行 命之有四分之一分 二分之一分和一一分 他们之前在加尔格达铸币厂铸造 后来于1858年在马德拉斯铸造 由威廉怀恩雕刻的维多利亚女王 海峡殖民地硬币属于这一类 海峡殖民地的稀有硬币 主要是维多利亚女王的 1862年发行了四分之一分 二分之一分和一分硬币 这些硬币上刻有印度海峡字样 日期为1862年 第一批带有海峡殖民地字样的硬币 是在十年后以这种形式出现的 取决于五分 十分 二十分 1886年引入五十美分 1871年至1935年间 在维多利亚女王 爱德华七世 和乔治五世的统治下 铸造了硬币 渐渐地海峡殖民地美元 成为联邦和非联邦 马来国家可接受的法定货币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美元 日元 墨西哥银 和港元 也成为该地区的法定货币 然而在1903年 所有外国银元都被废止 三年后该地区采用了 黄金兑换本位置 到1906年11月 第一批1903年和1904年的 海峡殖民地大银元 变得具有内在的面值 1907年 1908年 和1909年间 发行的第二个系列较小的 营重量较低的海峡殖民地 银元 最终在1939年 马来亚货币委员会 引入了一种新硬币 它于1952年被废止 If you find this video useful please share and like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next time 这期视频